大渡山望高寮喂狗 惊见腐烂女尸体 二十朵新鲜白玫瑰 暗示爱你至死不渝 年不了行龙鼻细胶 女娜刺青认识关键 最后身影神秘骑士 既是最亲密必有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望高寮碉堡 玫瑰女尸案 原警结果报案之后 立刻在现场拉起封锁线进行踩证 目击者14号下午拿着剩余的食物 到中泽路旁的碉堡 准备喂食流浪狗 结果就在草丛中发现了尸体 警方研判死者已经死亡五天以上 双手无名指都戴有戒指 留有长发 身高大约150公分左右 身穿蓝色上衣黑色长裤 脸部已经肿胀无法辨识 但是身上有刺青的特征 这束白玫瑰就是警方在 无名女尸旁发现的 监视人员小心翼将她 放进塑胶代理彩证 摆放那这个第三者 应该就是所想要表达 她对这一个人的一个歉意 她也有暗藏一种 就是说可能爱不到 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 也是一个书解 调阅死者通年记录 查住死者一星期前 曾和男朋友骑着机车 去东海大学游玩 刚好被路口监视器拍下 死者的家属下午回到现场招婚 失众了好几天看到新闻报道 才知道女儿已经遭遇不测 确定死者是31岁的张姓女子 从家属口中得知 她有一个男朋友 两个人最近感情不稳定 这一阵子音讯渺然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警方前往良性男子的家中待人 那我们有些人在一楼 跟她爸爸和弟弟聊天 那有些人就从床上 问她的房间哪一间就从床上那里 直接开门 她门好像没有锁的那种 看到我们大叫一声就 什么都成功了 爱她 她说她整天很久 整天很久 要跟她说什么 她说对不起啊 她才是你们的状况 尸体被发现当时 身旁的一束白玫瑰 也是凶险所放 就是所谓民间习俗的一个妥妻 她是 她自己只称是说 因为要去前往悼念死者 老字下线现在推出 专属节目YT频道 只要出入52老Z 或者是52OZ就有你的感到 在这里你会看到 烧脑难解的诡异悬案 直击害人的都会惨剧 不分皮肤的爱恨情仇 还有被点上的奇葩判绝 震撼眼球的离奇事件 奇闻异事 未来都在这儿 由我第一带领此役 现在动动手指 按下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一起进入最真实的 命案现场